欢迎大家收看《读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AP的劳伦斯·克努森·Lawrence Nixon 在华盛顿报道了近40年的重大事件 他已经去世 Wanka以查拉梅特的主演角色为推动力 以3900万美元的开场票房狂舞 南达科他州一家酒店的业主发布了一封道歉信 为禁止每周原住民入住表示歉意 如何与天使交谈和召唤恶魔 电子阅读器本应该取代纸质书籍 但事实上它们却蓬勃发展 请大家收看 AP的劳伦斯·克努森·Lawrence Nixon 在华盛顿报道了近40年的重大事件 他已经去世 美联社 资深美联社记者劳伦斯·L.克努森去世 享年87岁 他在美联社的职业生涯持续了37年 在2003年退休之前 他报道了8位美国总统的任期 他出生在芝加哥 在威斯康星州农村长大 后来加入了军队 在那里负责制作基地报纸 退伍后 他加入了芝加哥市新闻局 然后转到芝加哥论谈报 最后加入了美联社 Wanka以查拉梅特的主演角色为推动力 以3900万美元的开场票房狂舞 美联社 音乐电影Wanka在票房上取得了强劲的开局 周末销售额达到3900万美元 这也是演员蒂莫西 柴德梅德的第二部冠军电影 近年来 音乐电影在影院的表现不佳 导致华纳兄弟公司 在该片的预告片中淡化了音乐人数 Wanka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前传 由柴德梅德饰演年轻的Wanka 如何与天使交谈和召唤恶魔 英国每日电讯 作者考察了16世纪的魔法信仰 当时魔法被视为一门合法的研究领域 科学与魔法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魔法被视为世界的自然组成部分 对于精灵和恶魔的信仰普遍存在 然而 作者认为 科学与魔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 许多所谓的魔法师实际上是早期科学家 文章还探讨了魔法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 电子阅读器本应该取代纸质书籍 但事实上 它们却蓬勃发展 加拿大 CBC 纸质书销量正在上升 在主要的英语市场上 过去三年 销量增长了10%至14% 这种增长是由流行小说的强劲表现 和年轻读者的兴趣推动的 与电子书将成为年轻读者首选媒介的预测相反 实际上年轻人对纸质书更感兴趣 年长的书迷喜欢电子阅读器的便携性 和在一个设备上拥有大量图书的能力 而年轻读者则喜欢用最新的读物填满书架 小说销量增长的速度是整个图书市场的四倍 青少年小说的增长速度是五倍 这种增长得益于Z世代和千禧一代读者 对浪漫等类型的多样性和社交方面的兴趣 特别是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社区感 复权感和逃避现实的感觉 像Booktalk和Bookstagram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 也促进了某些书籍和流派的受欢迎程度 尽管电子书销量增长 但许多读者仍然更喜欢纸质书的阅读体验 并将它们视为展示在书架上的奖杯 如果史蒂芬 哈珀降低消费税两个百分点的决定如此糟糕 那为什么贾斯汀、特鲁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政治责备游戏 以及其他12月17日的读者来信 加拿大环球邮报 Cog28气候大会的举行 并没有减缓生产化石燃料的经济激励 相反 他似乎宣告了在该行业被淘汰之前 尽可能多地开采和销售化石燃料的竞赛 这令人担忧 因为他表明石油复国转向清洁能源的意图 可能不是真诚的 这些国家可能会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提供灾难救助 以缓解他们的罪恶感 同时继续开发他们的化石燃料资源 这引发了对能源公司转向清洁能源的紧迫性和承诺的质疑 如果他们仍然专注于尽可能多地开采和销售化石燃料 那么要实现必要的温室气体减排以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可能会很困难 帮助孩子整理清理是一项矛盾的任务 英国独立报 文章的作者解释说 他们有一种收集和囤积物品的倾向 这是由于实用性和情感上的原因 他们在小屋里收集了一些旧文件和各种物品 但是很难找到存放所有东西的空间 他们面临着是要整理杂乱还是接受混乱的决定 莫里·施瓦茨任命广告执行人担任施瓦茨媒体的负责人 悉尼先驱晨报 广告执行官本谢波德被任命为Schwartz Media的首席执行官 谢波德将在明年接任这一职务 接替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利贝卡·科斯特洛 Schwartz Media是出版星期六报 月刊和上午七点播客等刊物的公司 谢波德在日本广告集团电通担任澳大利亚首席信息官 不到一年后加入了该公司 Schwartz Media董事长莫里·施瓦茨上周辞去了公司职务 刚好读网变坏 评论炸弹丑闻凸显作者面临的在线危险 悉尼先驱晨报 一位名叫凯特·克雷恩·Kate Corrine的新人作家 因在Goodreads上创建假账户 给其他同为首次小说家的作家发表一新差评 而被其出版商Delray Books解约 其中许多被批评的作家都是有色人种 而且也与他同属一家出版社 克雷恩还利用这些假账户赞扬自己的书《星光之冠》 他最初将责任推给了一位朋友 但后来承认自己亲自发布了负面评论 并称抑郁症、酗酒和药物滥用是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 大规模发布负面评论的做法被称为评论炸弹 已经影响了许多作家 包括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 澳大利亚书商协会Book People的首席执行官罗比 伊根·Robbie Egan批评Goodreads缺乏审核 并鼓励书商对该平台上的评论持保留态度 评论家兼前书商马德林 格雷·Madeleine Gray强调 Goodreads不应被视为衡量一本书质量的标准 并强调了口碑在让读者手中拿到书籍方面的重要性 作家杰西、图、Jesse Too呼吁澳大利亚拥有更多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文学评论 并敦促记者和评论家更多关注有色人种的作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向去世的资深记者劳伦斯·克努森致以敬意 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音乐电影《汪卡》的成功开局 以及南达科他州一家酒店业主 为歧视美洲原住民的行为道歉的新闻 然后 我们讨论了一篇关于如何与天使和恶魔交谈的文章 以及纸质书的销量上升和电子阅读器的发展的新闻 最后 我们分享了一篇关于评论炸弹丑闻的文章 这个事件引发了对在线评论的讨论 让我们先来谈谈克努森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记者 报道了八位美国总统的任期 他的离世是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接下来 我们转到了电影界 音乐电影《汪卡》以3900万美人的票房开局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影 也是演员蒂莫西 柴德梅德的第二部冠军电影 虽然音乐电影在过去几年的票房表现不佳 但汪卡的成功证明了这个类型仍然有市场 我们也谈到了南达科他州酒店业主为禁止美洲原住民入住的行为道歉的新闻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动 但不幸的是 一些美洲原住民团体并未接受这份道歉信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打击种族主义和歧视 接下来 我们探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天使和恶魔交谈的文章 这篇文章考察了魔法在16世纪的信仰 并探讨了魔法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 虽然现在我们知道魔法并不真实 但这篇文章提醒我们 科学和魔法之间的界限在过去是模糊的 很多所谓的魔法师实际上是早期科学家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纸质书和电子阅读器的销售情况 尽管电子阅读器的发展迅猛 但纸质书的销量却在上升 尤其是年轻读者对纸质书的兴趣更大 他们喜欢用最新的读物装满书架 这个趋势对于纸质书市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 我们分享了一篇关于评论炸弹丑闻的文章 这个事件揭示了在线评论的危险和滥用 我们需要对这种行为保持警惕 并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受到公正和尊重的对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希望你们都喜欢 现在 我要请你们加入讨论 告诉我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